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巴西悬疑电影《恶灵再临》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父亲亚瑟 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免受恶灵欺凌杀死女儿的故事 电影开始一个叫亚瑟的光头男人晚上在网上和某个人进行秘密交易 然后约好在夜店见面 亚瑟给一个叫查尔斯的男人付过定金 交给他一个优盘 优盘里面是剩下的钱、账号和密码 之后查尔斯在夜店里搭讪了两个女孩劳拉和爱丽丝 在交谈中得知查尔斯曾经是一名狙击手 三个人谈好价钱 查尔斯就把两个女孩带回了家 可是没想到刚到家 两个女孩就被查尔斯残忍地杀害 这天亚瑟正在给女儿蜜雪儿庆祝生日 然后正当两人切蛋糕之时 查尔斯出现并且用猎枪杀死了密雪儿和亚瑟 在完成任务之后 查尔斯就打开了亚瑟之前 留给自己的优盘 他发现优盘里只有一段视频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查尔斯打开了视频 这才得知 原来年轻时候的亚瑟有一项特殊能力 就是能够接收到和常人不一样的频率 因此他可以看见鬼 为此他很苦恼 甚至想过自杀 随后的有一天晚上亚瑟做梦 梦见了一个小丑 小丑跟他说 自己应该去拯救那些灵魂 于是亚瑟听从了小丑的话 这些年来 他一直帮助那些灵魂得到救赎 直到亚瑟结婚成家有了孩子之后 亚瑟就怀疑 自己的这种能力遗传给了女儿蜜雪儿 因为蜜雪儿的母亲死于恶灵缠身 这一直让亚瑟深受自己内心的谴责 蜜雪儿的母亲死后 亚瑟就把房子给烧了 亚瑟很害怕女儿也会被恶灵缠身 直到最近小丑又在亚瑟的梦里出现了 小丑告诉他 想要蜜雪儿的灵魂得到安息 就要找一个人结束他的生命 而那个人就会得到恶灵的报复 并且在谈话中 亚瑟还知道小丑原来有一个儿子 于是亚瑟找到了查尔斯 希望他能够杀死自己的女儿 视频的最后 亚瑟告诉查尔斯取款密码 查尔斯看到视频后不以为然 但是直到他也看到了那个恶灵 才不得不相信 与此同时出现在桌子上的一张照片 也让人知道 原来小丑口中自己的儿子 竟然就是查尔斯 最后死亡的亚瑟 也和自己的女儿蜜雪儿在天堂相见 这部电影悬疑气氛到位 恐怖气氛营造到位 故事层次都把握得很好 不同于其他好莱坞电影的经典叙事 有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